我一直是一個想要改變世界的人 除了區塊鏈的城市之外 我還需要打造一個科技城市 教育城市 可是我們要把我們的格局拉高 去為世界創造出價值 各位可能對我比較不熟悉 因為畢竟我其實是一個程序員出身 而且我是在程序員界非常有名的 第一次知道鄭英廷這個名字 是在李笑來介紹全戰英的文章裡 一個號稱兩個月就能培養出全戰工程師 獲得Facebook黑客松世界冠軍的頂級程序員 後來隨著ISOINFO OTC BTC這兩網站的爆發 鄭英廷再次被大眾所熟知 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背後又有著怎樣的傳奇故事 我決定去台灣 一探究竟 民占 gods 世界冠軍的頂級 Wood 大眾所記者 雷隔 字幕 大眾所記者 總共右手 大眾所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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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郑老师在这 好 谢谢您 不会 哈喽 郑老师 你好 你好 昨天见到您了 我是张欧铭 郑老师 这是我们 手里有臂团队的一个小礼物 谢谢 送给您 谢谢 手里有臂 对 OTB 握住不动 财富自由 哇 奴婢 反正这次也来台湾 跟您聊聊天 也是多想了解了解 咱们这边的情况 了解了解您 很高兴你来 可以来这边 因为我觉得就是 很少有团队 就是想要采访这种专题 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那我其实也是 咱们的签议会员 跟其他签议会员一样 也特别关心咱们B所的发展 咱们这个OTC平台的发展 所以不知道现在情况 运营的怎么样 我们现在运营的状况 大家可能是对被币价影响了 然后所以认为我们一直没有消息 或是生意萎缩了 事实上不是 像这一波的这个小牛 那我们的业绩就又重回了高点 然后最在线人数曾经最高 也冲到6000跟8000 这是我们的交易量 然后翻了四倍八倍上去 然后新的小白狂暴的入场 那我们的客服也加了两倍 或是根本就抵挡不住 事实上生意非常好 那所以的这个生意其实是 比之前好非常非常的多 那只是大家可能觉得 没有反应在币价上面 大家就不开心 所以您特别有信心 把OTCVDC打造成理想的一种教育所 当然我们现在的CoinMarketPay 现在也54名了 我们刚开始是100多名 现在也是稳固在上升 我们从80几名70几名 一直50几名 只是不是如同大家想象 从80几名一直冲到20几名 我们现在这个运营的发展 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挺自然健康的 大家真的觉得我们的产品有用 然后愿意留在这里建设这个社区 然后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 用户的不耐心和对你的不理解 现在对你来说 是不是一个比较大的困扰 对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的确是有做 很多很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改进 那有些的东西不是不愿意做 包括比如说有的这个币锁 然后他会做分红币 那我认为本来这个就是 利益就是要大家共享 我做分红币没什么不行 但问题在于台湾的法规 我不能这么做 我一旦这么做 我就是犯法 那的确这个东西利益是要回归给大家的 那我们还在想办法怎么样解决 我能明显感受到郑义婷所肩负的压力 也看到了他为用户利益所倾注的心血 尽管在那儿 他也在想办法为用户带来更多福利 所以你是想把OTC BTC最终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交易所呢 我是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对所有新上手的这个对新用户最好的交易所 因为当时我在想说我回想我第一次进币圈的时候我买币甚至都很害怕的 我当时也不敢去OK啊火币买我那时候为什么选择云币买呢 对以太坊的专专业还有这币价的趋势其实也是挺困难的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我当时是有人可以帮我这件事情 那币圈需要有更多的就是新用户加入整个币圈才能活络 那我希望就能成为大家的这个地站 负责做币圈的教育然后币圈的这个投资 然后引入新门的这个地的入口站 我是希望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是办教育的 我们特别懂怎么样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其实现在交易所的竞争特别激烈 对 那你怎么应对这么激烈的竞争怎么退也要出呢 呃我认为交易所不是竞争 如果你跟那个大币所用同样的策略 然后只是提供一样的服务 那你就不可能赢 比如说他砸钱 我们就不能跟他一样也砸钱 因为比砸钱我们是会输他们的 而是你要想你的用户最希望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设计他们没有的商品 然后以用跟他们不同的就是服务脱颖 比如说像我们当初主打 就是说让你容易上车下车 那我们下一个下一个发展的策略就是 如何让你在这个币市可以稳定低风险的赚到赚到钱 然后能够正确识别的资产能够知道怎么样设计更好的投资策略 然后可以真的稳定的赚到钱 那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我们会跟其他的币所不一样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跟别人跑在一个竞争的轨道上 而是我们走在自己的一个轨道上面 然后我们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做到更大更好 然后藉由这个方式交易所排名上升 所以我们下一波要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这个金融的演化再推到下一波 那这是目前我正在筹备的这个产品线 跟下一步的这个动向 所以我并不关注如何跟别人竞争 我花很多时间在想说怎么样解用 解决用户的问题 然后让这个产品更健康的这个成长 那我可能个人比较有耐心 by the way 我的这个1200万个OTB 我始终没有出售我自己 还甚至加仓了几十万 我对我的产品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这样就太好了 那我们也会有信心了 是是是 对 因为我们做产品是最重要不是 当然大家听到我讲这种事 大家会可能会比较失望 就是大家比较可以拉币价 但是我care的是 比较甚至比较care的是 怎么样把这个产品真的可以让大家的生活更便利 然后这个产品做得更稳健 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产品 然后整个团队扩张的都是有一个同样价值观的产品 做出最接地气的这个产品 那这是我比较关心的这个事情这样子 刚才是了解您做OTCBT这个教育所 的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 对对对 这半年多您觉得顺利吗 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呢 当然遇到很多困难啊 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小团队 那我们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 一边要招人一边要招新的办公室 然后一边要接触这种就是路线图上面的这个发展 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挑战的 币圈跟交易所其实它本身是比较灰色的地态 然后为了我们要可以长久经营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合规 那一旦合规的时候 律师就会建议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能做 有些东西在某些国家可以做的 但是在这个国家可能就不能做 某一些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好的项目 然后但是对方的国家或是基金会 他成立的这个地点是不适合的 或是刚是被禁止的 那我们就也不能碰 那生意是没有说一直打顺风球的 我们可能说谈了十个项目 然后最后可能真的可以接下来只有三个项目 这样就会很尴尬因为我们明明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做这个币锁是很多时候是要全球跑的 跑的时候大家只能可能看到我出差 但是产品没有对应的动作 那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心急 那有些人就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质疑 但是事实上是我们的产品不断的在体代 不管是交易的人数交易的单数跟交易额 其实都有稳步在上升 而且即便在熊市的时候 我们的币锁还是保持的相当稳健 也从来没有破 也没有破发过 然后还相反的一直不断在更新 甚至我们最近还会在新出一个客户单一 所以是一直有在做事 只是没有如同大家想象的 就是激起那么大的火花 或是说激起爆棚的火花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不满了 我觉得是就是经营币权的公司 特别是IC后的公司 就是会有的比较大的这个挑战这样子 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所 郑英亭马不停歇的奔跑在全球各地 为交易所的发展开拓市场 OTC BTC也受到了全球用户的喜爱 我看见这么多困难 是什么东西让你坚持一直做下来 我每次就是我自己本身还是每天会一直看这个微信群啊 intercom啊 然后很多的就是我们的确带了很多新的用户进来 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呢 是新的用户的上手的这个地站 甚至呢甚至其他B所不想要教育这种客户 就把他往我们B所介绍 我们的客服就会很耐心的教育这些小白用户 然后入场 然后这些小白用户后来都很感谢我们 甚至积极就是都长久在我们B所发展 第一个三年期间来我们几十次面对面的会议 我发现这个人非常具有高度的执行力 说到做到 第二个就是他从一开始的编程学校的老师 到后面转行到ICO甚至到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他的核心团队十多个人都跟着他不离不弃 这个人确实具备非常优秀的领导魅力 第三个就是他对用户的用心 不是只有为了钱 用户遇到一些问题 他会非常的用心投入资源去解决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郑怡婷小姐 是一个值得信赖与托付的人 对于X代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 他是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 但是他创建OTC BTC的时候 我已经是各大产卫交易网站的交易大户 入住之后我也是发现他们平台的各种问题 所以每天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挑吃批评他们 但是每次我挑完吃 第二天他就把问题给解决 渐渐的我能挑的吃的越来越少 我们平台就发展的越来越好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个在各个方面执行力都特别强的人 我用过十几个不同的数位货币交易平台 有法币交易所 有币币交易所 有OTC的交易所 那在这么多交易所里面呢 我用过最好用的一个交易平台 就是OTC BTC 预祝OTC BTC 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热门数位货币交易所 就让我们一起拖了梦吧 加油 在程序方面 您觉得自己从小就有很强的天赋吗 我认为我从小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天赋 但是我有浓厚的兴趣 那我其实是一开始从电玩入门的 那到十几岁的时候呢 当时的世界上面有BBS论坛兴起的 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建一个站 这就是我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去学怎么样 写程式驾站 但是那时候也是只是做好玩而已 因为我就想要做社区去影响其他人 那更大以后呢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其实一路以来都是管机器 就是在机房里面管机器 但是我觉得这不太适合我的性格 毕竟是我是想要影响其他人的人 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学更棒的程式 是更有效率的去开发影响的程式 这才是我真的走上这次职业的意图 那这当中呢 我觉得我的速度其实比别人慢很多 那我并不算是特别有天分的 但是我可能是下最多功夫的人 大家好我是郑怡婷 我是从台湾来的 那我今天要讲一个草根如何 就是透过刻意努力 然后造成自己的幸运公式 然后到最后达到这种 这样成就的这个故事 我其实是一个程序员出身 而且我可能在 我是在程序员界就是非常有名的 我的全职是Ruby 我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市集 是我27岁的时候 当上宏达电的这个资深经理 这个职位通常要 一般的话要在 42岁的时候才能当到 但是我27岁的时候就当到 所以这件事情震撼了很多人 另外一个比较更震撼的市集是在29岁的时候 我参加Hack Song 然后我拿下不存在的网站 Facebook的 扮着世界Hack Song的这个冠军 那这件事情也就是震撼了很多人这样子 然后这边秀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不是PS的 这不是PS的 是我真的站在广场上面跟他造这个照片 我现在在北京办一所全站工程师的学校 所谓全站工程师就是 说你可以从idea发想到一直 自己把这个产品完整做出来 然后这样等级的工程师 原本你要在社会上练三年以上的人 我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我就可以让一个不懂程序的小白 两个月之内就达到这样的功力 然后我的学校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这样子 郑一婷的成长保持着一贯的加速度 每一年她都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梯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撼的作品 在来到区块链世界之后 她又从一个初学者快速匿变成这个行业的领航人 我们原来知道你做全站营教育做得特别好 怎么好好的想过来要做一个产牌教育所呢 这出于什么考虑 当时呢其实是我原本在做全站营嘛 然后但是当时也持有不少币 然后还有大牛市就涨了非常非常多 那一下子我报复了 所以我人生就是有一点迷失 那当时就在纠结是不是要做这个 就是要做区块链创业还是要继续做全站营 那当时呢李笑来就有问我说要不要再做这个 就是帮她做ICU平台因为云币那边忙不过来 所以我就做了ICU平台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云币 云币不是所有的这个交易所呢 跟ICU平台都被清退了 所以到9月的那时候 我们团队又变成就是没有事情可以做 那大家手上也是一堆币 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回去做全站营好呢 还是要去做其他什么事也好 那我们的同事呢就提议说 其实我们手上都有一堆币 但是我们现在币 因为法币入金渠道已经被断了嘛 那我们希望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做交易 那我们就想说那也没有这个地方啊 那市场上面很明显有这个很大的需求 那我们看了一下现有的途径 那没有人做很好的币 场外的交易所 也就是Local Bitcoin或是微信交割 我觉得用我们的力量 也许可以去做一个就是 让大家都可以安心交易的币锁 而且我觉得很多交易所实在太黑了 我来做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创办了这个OTC BTC 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在这边安全的交易 安心的这个交易 让整件事情更有效率更透明化 然后去推动区块链接的发展 就是为什么我要创办OTC BTC 你的财富越来越多 你这么有钱之后 有没有想过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比如说买海景房买游艇 然后买名车什么的 我并没有那个想法 因为我的人生很简单 就是在工作跟出差 所以我没有必要买那么多房子放着 再来是说我每个礼拜可能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我其实也不需要真的买这些东西 所以我没有这些物质的 买房子的物质需求 那买车也没有 那第一个我本身不懂开车 第二个我的朋友也不是开车炫耀型的 所以我没动力买车 再加上现在有Uber出行这么简单 所以我没有很大的动力去买那些 实习物质上的东西 我反而有兴趣是说 去尝试以前我没有机会做 然后不敢做 然后或者是说没有财力去做的这个事情 包括我以前是做的教育出身嘛 所以我就希望怎么样把我们的教育 变得更好 但是做好教育是它需要花很多钱的 那我现在有钱了 那如果还有就是说我以前呢 我想要推社会一些进展 包括科技教育 让我们的整体的整个城市 然后人跟人的交易效率 更就是更有效 但我以前也没有钱 自己一个人财力也不够做这件事情 声望也不够高 那我现在就会希望说 我是不是能够用我现在有的影响力 跟我所积累的财富 去往这世界推动一把 因为毕竟我已经有能力了 因为我已经不在乎 我再也能赚多少钱 因为多少钱对我来说都是数字 那我拿那些数字 比如说你想说拿1亿吧 可以买个豪宅 那1亿买个豪宅不能改变世界 那我1亿如果我去选个市长 大声讲出我要的东西 我让某些事情发生 我相信这次市长选举 是全世界都在看的 那我做了某一些的 关键的政策的推动 某一些政见 甚至会吸引全世界 它去仿效的 那我不是推动世界 是很大的迈进一步吗 我认为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 其实我的人生过得很充实 我每年都做一个大项目 我的人生很密集度 甚至有人形容说我可能就是 一年活了一辈子 所以七年我可能活了七辈子 我已经经过太多轮回了 所以导致我对于买什么东西 没有感觉了 我更重要的是 更希望是我能够去体验什么 我可以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 年底台北市长参选人多达11位 那么最新宣布要参选的是一位 来自台湾科技界的比特币名人 他叫郑一婷 35岁的他曾经在上一次选举 帮柯文哲上过课 他说目前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 都超过50岁 让他觉得很绝望 但是包括柯文哲在内 都不认同他的说法 就是在大家面前 他都要欠缺 那是两个人 目前差不多是 不然一起模式也很厉害 在柯文哲的字典里 哪有谦虚两个字 不管自认多厉害 还是有人觉得他不够看 年底选战又多一位挑战者 柯文哲出来选的时候 我也想要帮他 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很深远的目光 我其实对台湾的这个选举 都是老一辈的人出来选 其实已经很不耐烦了 4月13号 您宣布您要竞选台北市市长 是 那您也是第一个在区块链行业 这么高调说要竞选市场 也是第一个提出说 要达到区块链的金融特区的 是 你是出于什么想法要这么做 是一种营销策略吗 不全然是一个营销的策略 而是呢 我观察在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趋势 那去年当然一年的时候 区块链这个项目跟话题都暴涨了嘛 那我们也开始逐渐认知到 区块链很多的项目本质上 在去年是重演金融的这个路 所以这将是有史以来 下一个最大的这个科技的革命 许多机会都因应这边产生 那我本身很关注这个产业 但是呢 现在很多各国政府 因为去年这声势太浩大了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东西 好像觉得是毒神猛兽一样 然后也不知道如何监管起 也不知道怎么样定用好的方案 所以很多的条例就被pending在那边 就被搁置在那里 那我也是在想 那区块链的产业 然后不管是B所 然后项目什么东西 始终是要落地跟合规的 那那么呢 必须要有懂的人才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天然地理位置 所有的区块链的项目 在台湾做的基本都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更有规范 然后有我们台湾可以做一个RuleMaker 8 让它这边变成一个世界的中心的hub 但是呢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官员 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政府的层面里面没有懂的人 所以才让这世界变得这么慢 那我觉得呢 我一直是一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 那我觉得都没有人来出来做这件事情 我一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性格 那既然没有人在专注解决这个问题 我又这么懂 我不如就此去参选市长 参选市长第一个我当然希望选上 第二个我也是希望在我参选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把这相关的区块链演化的这个力量 然后还有相关的知识在这场选举里面 然后告诉大家普及世界 因为这是将会是一个非常受瞩目的这个选举 那我作为市长候选人 我可以就这方面的这个政见看法 如何把台北打造成一个科技城市区块链城市 然后完整的表达这世界上最cutting edge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毕竟是在产业非常非常前线的人 所以我知道很多现在最前沿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 还有作为一个regulation 我们行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设计 让这事情变得更快一点 这是我参选的初衷 那我相信以我在商业上面的这个就是经验 还有就是说我一项是有办法了解世界最新脉动 有办法打造产业跟设计规则的这个经验 可以带给台北市更好更好更超前的 就是市政的这个经验跟方向跟目标 管理一个城市应该是很复杂 涉及到很多方面 可能不单单是区块链不单单是金融 是是是 那您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见解或是都市吗 我觉得呢是这样子的 除了区块链的城市之外 我还需要打造一个科技城市教育城市 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有点失衡了 因为社会上不再需要这个大学的专业 而是新型代的这个产业 而是说比如说像我会学写 城市学写网站 学做internet产品 这都是在大学里面学不到的 很多人在22岁之前就是念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然后戳妥那段时间出来 第一份工作自己又不喜欢又低薪浪费了很多时间 真现在的教育系统没有办法真正对社会带来这个价值 我希望在台北市设立不同的这个科技教育的这种program 让真正15到18岁的人 甚至15到24岁的人 可以加入就是高科技服务业的这个行业 让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学习欲望最强盛的时候 能够就参与世界的这个进展 未来创造出更多的这个价值 那这是现在的教育的办教育的人 没有办法看到的目光跟执行力 那我认为现在的台北市的这个 就是台北市甚至台湾的 他们并没有看到风向在转变 我们并不是要去赚更简单的钱 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格局拉高 去赚世界的钱 去为世界创造出价值 然后这是我在参选里面 更想要琢磨的这一块的这个方面 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做得到很好 这是台湾之旅 我对郑亦婷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是一个超越了极致境界的程序员 专注于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并且不断重复训练 追求做到更好的自己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他也是一个简单算性 而又与众不同的人 在实现了财富自由之后 并没有沉浸于享受生活 而是把钱花在升级更多更强大的技能 解决更大的问题去影响改变更多的人 他也是一个说到做到 真正改变世界的创业家 当他发现没有人能实现他心中的愿景的时候 他选择自己亲自站出来 去竞选台北市长 承担更大的责任 用区块链新教育新科技 给台北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希望 这就是郑亦婷 一个充满情怀 执作于改变世界的程序和创业家 他将让台北市 让整个区块链行业 乃至全世界会与他而变得不一样 祝愿他实现梦想 竞选市长成功 我们也期待他更多的精彩共享 Done by the earth as long as I am Done by the ear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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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没有问过你 有多少什么比特币啊 当你要过年的时候 我妈就说 哎呀你要存钱啊 否则你这么容易 这么爱花钱 一下又去这个进修一下 你的钱就是要存啊 哎呀我说 妈妈我买很多比特币啊 然后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以为我妈知道比特币 她说问我 经典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 什么是比特币 第二个是你有多少颗 第三个 现在多少钱 第四个 你有这么多钱 你为什么不买房子 每一个问题都糟糟致命啊 不好回答是吧 不好回答 这连经典四连沙 最后祝愿周英天老师 试图走得越来越顺 也同时希望我们的 OTC BTC 欢比网翻展得越来越好 欲祝查代老师 在做世界级交易所 竞选台北市长的挑战中 不非如今 惊喜不断 前段时间我还听说 她要竞选台北市的市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她就是这样一个 敢抢敢做的人 我们现在在区块链上 领域有一些 挺愉快的合作 所以我为郑老师加油 她在身上集中了工程师 企业家 教师和亿万富翁 这四种应用 这在人类社会中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某种意义上 历史选中了查代这样的 作为她的学生 我非常期待老师 接下来的精彩表演 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 郑怡婷老师 能够竞选台北市市长成功 最后祝愿OTC BTC 在线人数早日破半 那么查代老师 也要少喝可乐多喝茶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